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繼上一次的長洲Staycation 提年之後 不過大家都蠻喜歡這個 topic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 另一個新的地方就是梅窩 介紹梅窩 它是位於大嶼山的東面 其中一個熱門的離島遊景點 交通也很方便 你可以去到東涌巴士總站坐3M 車費假日16.2M 15-20分鐘一班 建議上官網查閱最新資訊 又或者在中環承搭道輪 價錢會因為假日 或者它是否快慢船有所不同 大家記得留意 話這麼快就來到梅窩了 天氣不錯,真的很開心 來到梅窩 當然就要煮晚酒店了 同樣地,今次都在網上預訂酒店 選擇了標準大床房 包兩份早餐 價錢連服務費一共是$639 不過由於3點才可以check in 所以我們先在附近逛逛 例如酒店裡這個紅色風車 也值得打卡 銀礦灣泳灘都是必利的景點之一 水清沙幼,非常舒適 在沙灘還有不同的背殼可以見到 都很捨意的 時間差不多 可以走回去酒店check in 当日有点多人,所以2点半左右可以开始check in 酒店也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玩乐设施 价钱超值,有兴趣就别错过了 酒店方面也很贴心 万一你真的忘了戴后备口罩 只要赚好他们的专业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套防疫套装 近镜给大家看看有些什么 首先是一个口罩套 两片独立包装口罩 一支酒精搓手液 还有一包印有自家设计的纸巾 非常好 终于拿到房卡了 这次回包早餐,明天一早就去吃了 现在就跟我一起上房吧 哈啰,欢迎来到梅窩的Room Tour 跟我一起进来吧 我们终于进来梅窩的酒店 我们这次设计了这一间 矿湾度假酒店 它算是梅窩唯一一间酒店 我们这次订了这一间房 现在就来一个Room Tour给大家 首先进来这一边的厕所 厕所门采用了磨砂玻璃 和印花的设计 现在就推门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这一边 但也是正常格局 它附了一些梅洗用品 例如有玉帽 棉花棒 牙包牙刷 正常 我发觉它这里没有给到任何冲涼液 可能 有了 有了 我指着说有了 一些冲涼的 还有花灑 正常 如果你有些东西 都可以放在下面的一格 就把你的物品放在那边 就会有一些毛巾提供 都应该放在地上用 或者你去沙滩 下水的时候都可以用 接着这一边就是衣柜 但里面已经放了一些物品 就不展示给大家看了 但这个好处就是 我很少看到酒店 会有这么大块的镜 即是你可以 烧了起床的时候 就看一看自己是怎么样 就好过用厕所那块 这个全身可以看得到 它这里的五处就是 灯光有点分阳的 我自己觉得 我喜欢是很光亮的 但很少酒店会那么光亮 这个就是一张商量床 床圆硬度适中 睡完一觉之后 都不会腰酸背痛 个人都挺喜欢的 这里有个冰箱 冰箱就没有附上任何东西 这两个是我们自己拿过来的 然后这里有些茶包 用品那些 早上可以冲来喝 都可以煮水 这里都有酒店的面料 介绍房间和酒店的设施 其实面料都值得介绍一下 个人觉得设计简洁又很漂亮 还有一幅大鱼山的地图 介绍特色景点 最后有一张明顺片 有兴趣就留为纪念 现在就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放松一下自己 所以也想试一下它的质素 价钱 或者好不好玩 现在就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后就设计了射箭 绿色衫位置就是我们的教练 我们距离预约时间了一个小时 就顺便在柜台中 球拍和球 这里就是打球的地方 时间差不多 准备走回去集合 难得拍到空无一印的大堂 这里也挺舒服的 够时间上堂 这个就是弓箭 配色都很漂亮 这里就是射箭的地方 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出场 射箭看起来很简单 摆好姿势就可以 但实际上真的超级难 教练提醒我们要伸直腰伸直左手 弓箭要呈90度角 拉好对准就可以射出 终于到我了 不过我经常都忘了要打横伸直站 所以要麻烦教练不停提醒 而我觉得最大难度 是他一边用力拉弓 一边确保墊留在扣上 弄完一轮后手都酸 所以随便射出去就算了 我们刚刚玩完整站 很累 我们的工是最重的 因为他说我们看起来更大 我看到最后玩的那一轮 我这样扯的工 手抖 我目测的工应该有两公斤 真的很累 陪我们回去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沙滩 拜拜 又圆水 眨眼又天黑了 我们来到大街上的餐厅吃饭 就找了这间福聚来海鲜酒家 老实说餐牌的选择有限 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个二人海鲜套餐 内叶还有其他选择 你可以单独地叫 感谢帮忙洗餐具 餐厅里的装修很简单 正在是够通爽舒适 吃海鲜当然不少喝可乐 正呀 食物都齐了 先介绍一下有什么吃 这次一共叫了五个菜 首先是这个椒盐海虾 配枝盐炒真的是我第一次吃 入口很香 而且虾肉很新鲜 绝对令我一事难忘 而这个士椒青口 主要是由青椒、洋葱、辣酱炒成 而这个姜葱炒蟹一般般没有太多肉 抱歉就不太会欣赏 不过他又挺喜欢吃 这个味道挺棒的 它是帮你连鲜和鱼都夹压 叫上 OK 因为不用自己去撕架 去用鱼炒 挺用户的 终于到我开餐了 首先是它指定要单位的干炒牛可 牛肉炒得很软 都不错的 现在就吃士椒青口 我刚刚也说过 它是有辣椒的成分 而我真的不太吃到辣 所以看到我吃了一口 就停下了 立刻要喝一口饮品 去降火先 那我们刚刚去吃完 我们吃完一家海鲜酒家 就是晚饭 那我们吃完后 就分享食后感 那你先 我觉得它那几个菜 都挺惹味的 但是呢 它不是像长洲 西贡那些 二百多元 有一个套套 但是呢 是一年四款菜 但是呢 但是没得选择 它的口味都是偏重口味的 全部都是辣的 又有椒鹽的海中虾 又有炒青口 都是有点辣的 但是你不是喜欢重口味的 我是喜欢重口味 但是我吃完这次呢 我常常都很想喝水 所以我也觉得它那些东西 都比较多了 我都有一些食后感 首先呢 我想说 就是每个菜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啦 我自己觉得呢 比较油 它的味道就很足够了 吃一餐 半餐都ok的 而且我最喜欢呢 它那个是 煞的菜心啦 因为是 很淡口味 我就很喜欢啦 我最喜欢吃的是 椒鹽海虾 一开始看它的样子 是有点普通的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都是虾 但是吃下去的时候 它因为用椒鹽 它是有点野香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 也挺特别的 我自己没有吃过 虽然它是咸 但是它又 真的挺好吃的 这个也挺欣赏的 花生我吃光的 我会配菜有花生 即是叫中和 我觉得整体上 也可以的 如果以它的价钱 我们叫了一瓶可乐 一个柠檬茶 Total 加上都是400元 左右 405元 我觉得这个价钱也可以接受 因为它那里的选择都很少 如果你说在近码头那两间 它也有点偏贵 还有餐牌 那几道菜我又不太喜欢 它也不太喜欢 所以我们最后 回头找了刚才那间 福寨来海鲜酒家吃 第一天就来到这里 现在就直接去到第二天 一早就当然要先吃早餐 带给你的早餐券到餐厅 要走出室外再进去餐厅 职员会先请你自己 找个位置坐下 再充饮品 我选了这个橙汁 你也可以选择咖啡 茶之类 正当我想拿东西吃的时候 发现 那些东西呢 我还以为自己太迟来 搞到什么都没了 原来现在是转了一人一份的 全日做餐 相信都是因为卫生问题 这个就是做餐了 卖上非常不错 近镜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吃 有面包 腸仔 火腿 炒蛋 茄汁豆 番茄 蘑菇 薯饼 现在就享受我的good morning 不要客气啦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吃方包一定会塗牛油的呢 塗了牛油的方包真的好吃十倍 介绍这个薯饼 烤得刚好又很脆厚 真的超级好吃 可惜只有一块 整体而言 这个全人早饭都非常好吃 好推介的 吃饱就出发了 好 好 我们现在在 这里 嗯 然后我们会 去到这里 大概 好 出发 好 我们吃完早餐呢 就现在出发了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之好 然后刚才 我们决定去银礦湾瀑布布 那个人很好 给了一份地图我们 就可以做参考 外面就是沙滩了 真的超级漂亮的 这个景色今天是 非常之好 好 那我们去到呢 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其实是星期日的照早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整条街都好像没什么人了 沙滩呢 就算封坐也 只是没什么人坐在这里 正当我们以为沿着沙滩这个方向一直走 是对的的时候 原来离开酒店 阻转那条路才是对的 见到这个这么多地点的牌 就继续向右直走 去到梅窩香市会路的 再直走 见到这个牌 就代表你走对路了 我们很幸好找到一个人 帮忙带路 那个依依真的很好人 他是和我们一起走去那个 沿江湾的瀑布 那个入口 因为那条路呢 它指示不是太多 他说有两条路 一条是很斜的 上落 上落 但是这条呢 他就说是平地 比较开阳一些 就是不用走那么多斜路的路 还有他介绍了 那条瀑布 还有那里有个叫银礦洞 他就说叫做 不要去那里走 因为银礦洞 没有什么看去 都是叫做浪力 那沿途会不停地见到这个奥运径 直走就对了 今天天气真的很热 我们没戴帽子 幸好都带了折水了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急 我已经流了汗了 要摘边先 加油 定得上 真的很热 但是沿路的颈色都挺舒服的 它是那些山清水手 就是看着呢 心情都会很开心很舒服的 不会觉得很难走 而且它都是平楼居多 那你进到它的村口之后 走大概20分钟 就是大概会到 那先 再10分钟 看到这个树状的指示牌 就继续向前走 途中会看到这座文武庙 穿过这个石的门 它这里有一个非常之小的 是瀑布 我们刚才以为 那里 这一落 以为是 但是千万不要下去了 是直走的 我们现在直走 就是选左边的路 是的 我们终于到了 瀑布 瀑布可以由旁边的楼梯进入 再在这些石头向上走 不过我觉得有点危险 而且我们又没有适当的装备 所以留在这里欣赏就可以了 开眼睛 你开眼睛 你开眼睛 耶 我到你了 很舒服 但是也很多人 原来 那些人是习惯了 早上来走路 对 很多人 非常多 要换不绝的人 我们多一会儿 应该都会下去 因为 差不多时间都要查 10点10度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 在瀑布的打卡的任务了 其实很快 他那个人还说 很久的 一来一回 你可能都要整 一小钟 多一点才到 其实已经 超快 已经走远了 是的 我猜他说 走得久 意思是因为 你可能要 预理打卡 或者是拋了路 那些问题 但是我们 问了几个人 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就很快到了 而且我们又不会在上面 stay很久 游水 浸水 都OK的 推荐大家过来打卡 那我们现在走回去酒店 然后重新 就check out 然后就 发市区 梅光已经走完 是的 梅光已经走完 加上我们两个都很累了 所以乘搭中午的快船回中环 那我们的梅光 staycation之后 就来到这里了 那这次都很好玩 是的 那些景点都去云霞 还有我可以体验了 那间酒店的特别服务 总结来说 都蛮值得来的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就按个like 还有share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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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